在这里 今天是我遇情后第一次参加大家的活动 还一个吗 预行期间 长胖了数月多 5到8公斤 感觉有点吃力 辛悦姑娘是学瑜伽的 这个功法 杨琪也在学瑜伽 上山6公里下山6公里上升350米 喘气喘得很啊 终于抵达山顶上的一个崖口 猫猫庆 好大风了 好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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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来一遍 再过来 要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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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在坐在街上拉客 这两天都 人少得很 要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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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的有 吃饭的都没有 要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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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家门 永远不会忘记 第一面给我一个拥抱 开始返回下山 穿的好吧 康磊是什么时候开始运动的 过年以后 过年以后 今天呀 今天跟我们差不多一起嘛 我差不多是 最开始我们 这是在下山 很轻松 陈田 越来越来越浪 岸 温真 南温真 北京 我来在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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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给大家介绍 左边这个寺庙叫华亭寺 是虚云法师的道场 大家如果不清楚可以搜索虚云老法师 他活了120岁 是一位高僧 这就是华亭寺 现在这个时间 从山下爬到华亭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到猫猫庆的人是非常少的 空气非常非常的好 充满一种淡淡的香气 这个叫南洋鸡宫纪念碑 就是在抗战时期 从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南洋方面 派来了很多志愿者 参加西欧颠缅公路 死伤了不少人 虽然没有直解参战 这些功劳还是给他们记上了一笔 大家可以搜索南洋鸡宫队 趾纸礴 你已经运动十公里 全程耗时两小时零五分 每地下山都要看一看天池 这个地方看天池好像是一个窗口似的 在这里的山都要看天池 在这里的山都要看天池 这边的山都要看天池 在这里的山都要看天池 凤凰云 天逐渐黑下来了 到这里行走的人越来越少 非常的安静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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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